好,我们现在对RHEV的介绍 做一个这个影片 做一个简短的看一下这个功能跟过程 我们现在连到的电脑是一个 1968.0.204的RHEV Manager 我在这边写入的是 使用者名称管理员密码 那我登入进去之后看到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 应该说这是管理界面 管理界面开始的时候 它会在左侧有一个树状结构的 Data Center的介绍 那我就让这个影片一面走明一面跟你解释 你可以看到 从Data Center底下拉出来 有Data Center所使用的Storage 这个Storage在实际用途上面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它必须要建立一个NFS Server 而NFS Server串联的地方是实际上的主机 那构成这整个RHEV的过程 也就是有 有一台主要的RHEV Manager 就是我们连接的这个入口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入口 去直接呼叫 在这其中所执行的虚拟机 那这里所谓的Hostess 也就是实际上进行运算的主机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介绍 在主态的过程中 主要希望有三个基本的角色 第一个角色就是RHEVM 也就是所谓的RHead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Manager 第二个角色是一台NFS伺服器 NFS伺服器需要有比较快的网络速度 换句话说 最好它的基础是GigabitNet 而这个NFS的Server 是跟这个实际执行运算的host实体机 连接在一起 换句话说 你可能可以针对多台host 创建同一个NFS伺服器 看预算 看装置 看设备 甚至如果你比较在乎效率效能的话 每一个host加两张网卡 可以独立的去串接 每一个host所使用的NFS伺服器 如果这样子比较起来 它的效率会高很多 那在这个私有云的建立的过程中 就只需要三台实体机 第一台RHEBM 它的记忆体至少是4G 最少是4G 那第二个就是NFS伺服器 如果你希望预算有限 像我们现在我们只有一台NFS伺服器 第三个就是实际执行运算的实体机 而这个实体机因为我们的环境限制的关系 它只有4G的记忆体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可以跑更多的虚拟机 在这个实体机上 唯一受到限制的不是CPU 而是记忆体 那你看我们让影片继续走 你可以看到这台实体机 我暂时给它取一个名字 那你不要忘记 以后在做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每一台主机 它的名称都必须要能够被正反解 换句话说 在这个实体或者是区域网络里面 你必须要有一个可以解析 或是反解每一台主机 IP位置跟主机名称的名称伺服器 它的IP位置跟主机名称是对到的 它现在里面跑了三台虚拟机 然后它的记忆体吃了这么多 它的CPU事实上只用了这么多 它的网络流量只用了这么多 所以它的负担最大的地方 事实上是在它的记忆体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实体机在执行时 它的本身需要安装RHEV hypervisor 那事实上这个hypervisor的作用 就像你在用VMware ESSI的hypervisor 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它知道你可以在这hypervisor上面 用Pair Virtualization的方式 去Pair Virtualize许多的虚拟机 不管你是用Windows还是用Linus 都可以去做Pair Virtualize 但是也因为受限于Pair Virtualize的过程 它的Driver你就要特别注意 那它的核心版本是跟RHEV的版6.3是相似的 KVM的版本是多少 内接在核心里面 这个就是VDSM 在RHEV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角色 那安装这个hypervisor到实体机上 并不会像VMware那样的挑硬体 VMware它一定要用Intel网卡 或者是Broadcom网卡 但是在RHEV这个开放原始码的状况下 一般主机上面的螃蟹卡 瑞利科技的8168、8169都可以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比较没有那个问题 这边的Action Item 这边讲的是 那个Power Management 所谓的电源管理 电源管理本来就不具备在我们的PC上 在专属的一些硬体上面 你可能可以加上电源管理去 透过网路指挥它开机或关机 我们用的连i5都不到 我们用的是Core 2跨4核心的旧CPU 它的总记忆体 你看现在目前总共可以使用的 共享的记忆体 差不多到4G 然后呢 它的Swap也自己做了差不多到4G 在这台电脑上你要特别小心的是 你不需要给它大硬碟 它的硬碟的量可以做得很小 我们在这边就给它一个40G的硬碟 并没有主动的或主要的 在host上面进行 档案的储存 或者是所谓的印象档的储存 它们所有的虚拟机的储存装置 储存档 或者是档案系统 全部都放在NFS上 并没有主动在这边 在host的实体机上 所以实体机的配置是相当有趣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在这边针对实体机里面所执行的虚拟机 它的网卡增加减少 还有它的权限的设置 所以我们这边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配置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基本的配置上面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我们记忆体的配置 分页的分享都没有打开 我们只是用一个简单的4核心CPU 去做一个基本的配置 在这一台实体机上执行了若干的虚拟机 那我们现在要给你demo的是 在录这个影片的同时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台Win XP 这台Win XP正在安装的过程中 安装过程中它会动态的使用一些CPU 然后呢 这边有两台Windows 7 我们等一下会demo给你看 我们如何透过我们事先建立的模板 去建立去创建一台网页伺服器 Linux的网页伺服器 RH也有6.3 或者我们透过事先建立的模板 去建立Windows 7 也就是在透过虚拟化的过程 去建立虚拟机的这个过程 在这种企业用虚拟化的状况 它不但可以帮你做伺服器的虚拟化 也可以让你做桌面系统的虚拟化 在桌面系统虚拟化的方式上面 它可以连接的Display有特殊的一个协定 叫做SPICE 这个SPICE是RH在并购人家公司的时候 一起把它并购进来的通讯协定 它可以透过网路去进行双向的沟通 也就是你的客户端 也就是你的Display上面的USB 跟你的Microphone 可以直接透过网路 传到云端上面的主机 而重点是另外一个 它的画质可以到1080p 但是这中间的网路必须要是GIGABYSnet 那当然如果你开出虚拟机之后 你一样可以用VNC 或者是Windows的RDP 去做远端桌面连接 这一点都完全没有问题 也已经透过iPad 或者是这种平板电脑 做过相关的测试 那你看到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我事前建立好的模板 在我建立模板时 我可以开启其中一条一个虚拟机 这个刚刚的按钮就叫做Console 那这个Console的按钮按下去 就是这个按钮 Console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开出一个用SPICE 或是你选择可以用VNC的方法 所做出来的一个虚拟桌面 这个虚拟桌面 可以让你在这个总管画面的 管理画面上面 去做客户端上面的操作 那这些桌面的操作都算是简单 我再分给这一些Windows7的电脑上 我主要只给它512MB的记忆体 当我们的实体机上面的记忆体如果多一点的话 你应该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这一些虚拟机在正常的状况下 一般的基本的操作 我们发现它基本上跟实体机没有太大的差别 当然我们的实体机上并没有太多的虚拟机在跑 可是如果照现在来看 已经有三台是正在执行的状况 它已经相当相当的重了 可是在CPU上面的一个统计数据上面来讲 比较起来 如果记忆体够的话 我们觉得一台实体机可能可以跑到七八台 或更多台 现在你看 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刚刚选择了这个RHEL6.3的模板 然后按了New Server 建立新的伺服器 我给它取一个名字 叫做HTTPD One 然后简单的写个描述 这是Web Server One 然后呢 我使用的模板是RHEL6.3 本来我在模板上定的记忆体是768 我把它故意改成512 然后只有一颗CPU 用一颗虚拟CPU 然后它的通讯协定是SPICE 它也可以做所谓的HA 而这个主机是在指定 你可以指定 你希望你的虚拟机在哪一个主机上面执行 也就是在哪一个硬体实体机上执行 你没有设定它 它就自己去抓 那如果你需要设定这个实体 这个虚拟机在哪一台实体机上执行也是可以的 下面这个HA呢 HA就更重要了 如果你希望实体机 有时候可能坏掉需要下线 那你就要把实体机移走 在实体机移走之前 它会自动的去做Migration 也就是把虚拟机从A实体机转到B实体机 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demo 因为我们只有一台电脑 只有三台电脑已经很多了 所以如果有机会你要玩的话 你也可以用HA的方式去保障你的实体机 里面指形的虚拟机是可以调动 自动调动的 分配的记忆体多少 然后呢 这边其他key都不会懂 不需要怎么做设定 开机使用硬碟开机 这个时候 它开始透过模板 建立HTDP-1 这一台虚拟伺服器 那它需要键的时候 它会把印象档拿来再call一份 它在建立Desktop跟建立Server 透过模板建Server的过程 是有差别的 你可以算一下 我们现在影片的时间是3分20秒左右 它在透过模板建伺服器的过程中 稍微慢了一点 可能它的中间的过程 也就是建立伺服器跟建立桌面 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那我们的桌面上面的活动的过程 一般基本上来的 所有的操作都是正常的 那这个画面是可以关掉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 希望能够带你看到的 除了第一个透过模板建之外 我们还需要给你看到 在Data Center上面 也就是Data Center本身 里面内建的一个Cluster 那这个在实体机上面做的过程里面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Cluster里面的实体机 Cluster 有一个Default Cluster 里面的实体机 一定要使用同一种CPU 也就是 如果你第一台电脑 是Intel CPU 那你第三台 第四台最好都要用Intel CPU 要不然它会直接排斥你 那如果你有一台电脑是AMD CPU 那其他第二台 第三台 第四台最好都是AMD CPU 你不能够Intel CPU 跟AMD CPU 去混搭 这个混搭是不行的 因为它要做Migration 两种不同的CPU做混搭是不行的 那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建立了一个虚拟的网路 我们的Storage里面分成两个重点 也就是在这个Data Center里面 有两个储存网路 也就是所谓的Storage Domain 或者是Storage Network 在这个Network里面 ISO Domain里面放的是 安装作业系统所使用的映像档 映像档是储存在RHEVM的角色上 然后另外一个是 NFS 也就是透过网路 在区网连接的SAN 或者是你其他 用来连接作为 档案系统或储存装置使用的一个地方 所以看这个Data Center里面 就有两个基本的Storage 一定要做到这样 你才能够启动一个基本的石油云 那所以刚刚讲三分二十秒 你看过了差不多过了一分钟 基本上它的模板都还没有做完 你可以比较一下 我等一下要把影片做一个快转 基本上VM是在这边等着 它在这边等着 好我现在开始快转 好我现在转到10分10分10秒左右 好那10分钟也就是刚刚的3分20秒 一直到10分20秒左右的一个过程 差不多7分钟的时间 它的image还是呈现Lock的状态 你很可能会再等一下就看到 它的image就已经呈现到关闭的一个情形 就表示这个虚拟机已经可以开了 那这边会有这么多时间的耗费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我这边有一个WindowsXP正在装 所以我并不敢说做一个Linux的模板 需要7分钟 我还没有这个统计数据 我们会需要有一些时间去观察 看看它应该怎么做 好你看现在我的虚拟机已经起来了 现在是Powering Up 我让它启动 然后启动之后呢 我让它打开来启动 它从这个地方开始开机 开机过了4秒钟 然后我可以按这个Console Console就出来了 所以你如果算时间3分20秒到10分50秒左右 差不多6-7分钟左右的时间 从一个模板建立一个虚拟机 那我再等它的Console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其他的虚拟机都还是正常在执行 然后我的Console出来的时候 它会直接打开一个像刚刚的Spice的一个画面 它必须要开出来 来了 来了以后呢 它是一个基本主态 我这个作业系统在模板制作时 是经过封装的 封装的意思就是把它的主态统统去掉 让它让你开机时 第一次开 一定要决定一些硬体设定值 跟决定Root密码 当你这个密码做完 你就设定一下你的网路 然后选择网路设定 那网路设定里面网路卡只有一张 它用的是Virtual IO的Pair Virtualized的网卡 然后我存档我用DHCP 所以现场这边最好也要有DHCP伺服器 好 这个时候再来设定使用者验证的方式 使用Shadow Password 并没有去做LDAP或NIS的验证 那这边是决定开机时其中什么服务 我们主要使用Network Manager 你可以看到我就很快拉下来我选择OK OK 这个时候虚拟机已经准备好 它开始第一次开机 也不用去做建立使用者干嘛的过程 所以如果我们花差不多六七分钟 去建立一个虚拟机 完全不需要重灌 它的SecureShield Key会重新产生 D门会重新打开 那我的WinXP还是在安装过程 它是一起在跑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的状态 并没有什么辞职 好 这个时候 Xwindow打开 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界面 那我的影片本没有比较快 我故意让它放着 也就是我在录的时候 没有办法录声音 所以我就直接把桌面的画面 整个中间的过程通通录起来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 所有桌面的操作 你可以看到都跟原来的状况一模一样 那接下来我要给你看的是 我们现在要透过模板 去建立一个Windows 7 那你看它的CPU的量 实际在跑的时候 我们最吃的 最容易吃的是4G一体 而不是CPU 所以CPU事实上 运算能力都已经很好了 我们CPU是用4核心的 8400的CPU 现在我们透过Windows 7的模板 去建立一个新的Desktop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了 好 我建一个新的Desktop 新的Desktop按钮按下去 你这边写入 新的Desktop的名字 这个H1EV呢 它可以配合AD伺服器做 可以把每一个不同的桌面 asign给不同的用户 只要经过使用者验证 验证完之后 也就是它可以直接配好 你企业里面 所预先架好的AD伺服器 这边描述 这是给Julie的一台Windows 7的桌面 它的记忆体512 它的模板选择Windows 7 Test 然后OK 其他不管 你可以在这边等它 它的建立过程 Image Log Lock 锁起来 然后你可以算时间 它已经好了 就这样 然后我就可以把 这个Windows 7的虚拟机打开了 OK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借这个过程 看到一个公司 中小型企业 small to medium size的企业 里面需要使用云的时候 包含了桌面的建立 跟它所需要做的伺服器的建立 都可以用这样的模板 一个一个的 让它去复制 模板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把很多预先做好的设定做好 那你需要多的伺服器的时候 你就可以多开 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关掉 其他的过程都是一样的 那你可能像这个桌面 还有刚刚Linux的桌面 都可以透过 远端桌面连线来控制 所以这个过程 运算的过程 就会集中在这个一台实体机上 你可以看到这一台实体机 现在已经跑了五台虚拟机了 对CPU的量来说很少 看到没 CPU的量很少 五台VM共同执行 记忆体损耗的严重 那当然 因为虚拟机多 可是CPU的量很少 所以如果你的实体机 可以多装一点CPU 多装一点记忆体 在虚拟化上面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这边已经可以开好了 OK 谢谢各位观赏 对IGEV有兴趣的 可以跟我们联络